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是个介绍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由我和后端的一幕同学我们两个人来完成 我这边负责的是数据的展示以及一面的交互 而一幕同学则是负责数据的福利收集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仓库的地址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提bug 提feature或者是有些建议都可以去这里面去提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这样的小工具呢 我们在日常开发中会经常遇到选型的问题 那么怎么来去判断这个开源的社区它是否活跃稳定以及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如果单从star数或者是focus数来说 光从这个维度上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够的 对 所以我们我们的思考是社区的活跃度 也就是社区开发者的活跃度 所以我们来去收集一些开发者的数据 并做成可视化的图表 来判断这个社区是否是健康的活跃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思考 所以我们就去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工具来供大家使用 在我们的需求 就是想法决定要做这个事之后 我们开始做了一些的技术选型 最后我们选择了e-trust来渲染我们的图表 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点是它是APA7二维内协议 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流行的一个开源协议 第二点是它e-trust的上手成本会比较低 上手会比较快 在我们调研的时候 在它的官网里面有大量的这些图表视力 而其中的图表视力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当前的需求 第三点是它的文档 视力非常丰富 对 这会让我们后面会避踩很多的坑 在有一些需要支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想尽的翻一下这个文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第四点是它同时也具有非常丰富的API 我们目前还没有遇到比较高阶的这些特性的需求 但是后期如果我们会有一些比较高阶的玩法 那么e-trust的包括API 我相信它是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些需求的 所以后期的话是我们考虑到它的一个可维护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我们做这个图表工具的一些功能吧 我们做这个图表 我们这个工具目前是有两个图表 第一个图表就是贡献者增量曲线 贡献者增量曲线的意思是由每一个contributor的首次 就是肯定的日期整理日程 我们从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 横坐标代表的时间 纵坐标代表的是贡献者数量 从左到右代表着这个项目 从立项到现在的贡献者总人数的一个编划的过程 第二个功能是我们的贡献者中央曲线具有合并查看模式 什么是合并查看模式呢 就是说我们会对以API-6为例 我们会把和API-6所有相关的仓库的数据 聚合在一起来展示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是我们的普通模式 就是一个仓库的贡献者的一个变化 右面的是我们的合并模式 会把这些仓库的所有的 贡献者的数据聚合在一起 这样有一个会有一个更 更全面的一个统计 对 然后目前我们支持合并仓库的 合并模式的仓库有 目前的话我们是支持这四个仓库 API-6 Skywalking 然后OpenWisk 还有是Double 然后下面这些是我们 合并模式下面具体是收集了哪些仓库的数据 把它聚合在一起 如果大家想 也想把自己的仓库做成这种类似的合并模式 大家去可以提医术 然后或者是修改这个YAML文件 然后就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查看模式了 另外一个功能是我们的贡献者的曲线 的多仓库对比模式 多仓库对比模式可以让使用者 可以去分析某一领域软件内的近期的增长变化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中看到 API-6 用两年的时间就已经快达到了 空6年的贡献者人数的总和 所以API-6的势头还是蛮猛的 另外一个功能是我们的 分享功能 当这个工具 当使用者觉得这些图表 对他们来说有用的时候 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是 去分享给其他人 毕竟好的东西要给其他人来分享 所以我们也对分享这一块比较重视 做了如下几个分享 第一个是它的 网页分享就是这个链接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分享的链接 直接复制给你的朋友 然后下面直接访问一下 就会有你当前的这个图表 对 第二个点是图片的分享 这个图片和网页有点类似 只不过是它会直接给你返回一张图片 对 然后第三个是它的社交媒体的分享 然后是我们先做了推特 点击这个推特之后就会跳转到推特的平台 然后自动的去编辑你的post 然后另外一点值得提的一点是我们同样也支持这种markdown的分享 markdown的分享就是可以让你直接把这段代码复制到你的markdown文件当中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图表展示在你的markdown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这个图片 它是由后端动态生成的 也就是说一旦你的贡献者的数量或者贡献者的活跃度有发生更改的话 那么这个图片是会动态刷新的 你只需要去在首次给它提交到你的仓库里面 后期的数据更新都是由这个服务自己动态完成的 对 所以这个还是蛮方便的 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图表是月贡献者增长曲线 这个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仓库在每个月它具体有多少个活跃的贡献者 这个图表可以让我们分析这个仓库在转期内的仓库的活跃度吧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到 API 6的活跃度现在是稳定 在稳定是空的两倍左右 这也是为什么API 6可以以这么快的数字迭代的一个原因吧 我们在把这个工具做完 并且觉得它是稳定可用的时候 我们秉着以开源精神 我们秉着开源精神 然后将这个工具去提交 向一些开源项目中去提交 然后目前的话是有如下的这些仓库在用 并且得到的是比较好的一些反馈 然后这个是由同事转发给我的一些用户的一些反馈 当我们从项目的想法到开发计划到落地 到成品再到用户使用 这个过程像是一种快乐的传递 尤其是当看到用户在使用我们的小工具 我们这个工具真真实际的帮助 帮助了这个使用者来去分析 从更更多的维度去分析社区的活跃度 这一点是令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下面说一下我们对工具未来的一些设想规划 目前这两个工具它已经是稳定可用了 但后期肯定一定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需求来需要去开发的 所以我们后期会更多的去倾听社区的声音 将社区里面合理的需求转化为产品 可以向我们反馈bug提交一些建议 或者是一些新的特性的请求 对我相信有社区力量的注入 我们的这个项目将会更加完善 更加的好用好看 下面是我们的仓库地址 下面是我的一个 就是从这个工具开始到落地 然后个人的一些算是感想 就是在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 它是总归是有限的 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经理来说它总归是有限的 但社区的能力是无限的 因为社区会有源不断的有能力的人来注入到这个社区 对像我们在开发合并的模式的时候 合并模式 就是合并视图的需求是由skywalking来提出的 当时是我们在向skywalking提交我们的工业者视图的时候 然后skywalking社区里面有人就提出 我们可不可以增加这种就是合并的模式来完成多个仓库的聚合展示 经过我们的讨论分析后 我们觉得这个功能不仅仅是对skywalking是有用的 对于我们对于后来的其他使用小伙伴也会有类似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去把这个事情落地了 对如果是单独的靠我和后端同学去单独的去想 到底需要哪些功能可能是比较吃力的 对所以这个社区skywalking社区的反馈 让我们新增了这一个功能 我觉得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吧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 就是社区的能力以及社区的需求是 是无限的 对 第二点是 我们的图表 从表观上看上去只是一条冷冰冰的数据 但是我们每条可视化数据背后 可视化的数据的背后 都是一位为优秀的工程师用汗水浇注而成的 这就使我们的这个工作 这个工具变得更加有意义 每一个点都是工程师辛辛苦苦来参与到这个开源项目当中的 所以这让我们的事情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对 好 如上是我的这次分享 谢谢大家 然后 这里是我的个人微信 大家对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来参与讨论 谢谢